周星馳 我們有請周星馳 周星馳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來形容一些有特別非常結出成就的人士 但我個人認為只有他才真正能夠受低這個形容詞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就是我的偶像李小龍先生 李小龍先生在九歲的時候已經是同星 在十八歲的時候他去了美國讀書 同時也開始設管授套 將中國功夫發揚光大 他更加將哲學和武術二合為一 自創哲拳道 成為武術界的一代宗師 在1971年他重投香港影壇 拍了電影有唐山大興 精武門 猛龍過江 和龍爭虎鬥 還有半部未完成的死亡遊戲 雖然只是四部半的電影 但是已經足夠震撼全世界 這四部半的電影不單止令他成為 中國人之中第一位國際影壇巨星 更加掀起了全球的一片功夫業潮 令到每一個中國人都為他而感到驕傲 雖然在1973年他來了我們 但是他的神話 無論在影壇或者在武術界 都會永遲不老 現在讓我們重溫一下李小龍在電影裡的風采 先 人份 phoria 工作室 rights 有錢人 罵人 製造 派手 秤 許目 壞蛋!壞蛋! 你不用做馬嗎? 整個怪物一哥都不怪你安當我 你對我這麼好,你以為你好好心嗎? 是這麼壞的,知道了嗎? 我都說沒有,我每天都是上一間急柴的 你也要跳舞的嗎? 當然了! 我為什麼不需要?我現在沒有煮賣啤 我愛你,阿姨,我全身愛你 我... 我愛上了一個人 這是我們自己人的誤會 傻瓜一定要調查清楚 中國人 不是病夫 我小讀書 你不要騙我 會不會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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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谢谢大家